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肘 双腿也没什么直觉 北京的专家已经惠过枕了 也没什么好办法 说是只能是先这么静养着 我忙完之后的事 我去医院谈个老婆吧 好吧 我说的 你寄 说好了啊 我帮你寄 一会儿你得吃东西啊 来 冯山书记 这些天我对渤海市 推进通江大海 建设港城新区的战略思想 进行了反思 引起我要深刻反思的是 曾燕莱同志的意见 我把曾燕莱同志的意见 转给您 不仅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也是让您了解一下 这个同志 我还需要的是突破 首先是思想的突破 这个突破包含了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 这是我和海东同志 所不具备的 因此我希望 省委在考虑 渤海市新的市委书记人选时 考虑曾燕莱同志 你这叫典型的得了偏眼百官 你给我让你来帮我奔点家具 你都吃我三顿饭 住这儿 你坐了 我这好不容易歇个周末 本来还想让在家好好歇歇呢 一大早被你抓来干苦力 不容易吗我 窗帘 别忘了 明儿我得换窗帘 行 我可还不错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差太多了 这儿以我 我把你这儿都给你拆了 我重新来过 咱这当新房 太寒酸了吧 差不多得了 咱就是一个公务员 还挣那两钱得省着花 我这未来嫂子对你 可是真够惯着呢 不 不不不 这关键问题上 一点也不让步 有意思啊 出来听听 这还没过门呢 政策就下来了 第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除了出差以外 每天必须得见到活人 能够保证清醒交谈 睡觉不算 第二 以每个月位单位 必须保证 有一次陪他去郊游 拍个照片啊 吃个烧烤啊 第三 你等等 先别第三啊 你告诉我这前两点 你能做到吗 那我还是离了算了 得 这还没结呢 就想着离了 这是郭祥同志在病床上写给我的 他也给我非常诚恳 他对于波海的经济发展 做了深刻的思考 郭祥同志推荐了曾燕来 曾燕来 政策研究室主任 对 你对他有了解吗 这几年 曾燕来同志 在政策研究室的工作 还是很受肯定的 他到政策研究室工作之前 做过县长 县委书记 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是一位很有开拓精神的干部 还但你觉得 他到波海去工作可以吗 总体上说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可是为什么组织部门 没有把他写进备选名单呢 曾燕来同志 这几年在机关工作 组织部的视野没有放开 结果啊 把眼皮底下的同志给漏掉了 你们 你一份备选名单 波海市委书记人选 作为下次省委常委会的议题 大家 集体讨论 应郭祥同志的请求 曾燕来做了一个 关于波海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并转给常委们看看 好的 我去安排 好 来 我去 兴赢 您的举高性 该不该把我调走 当时你是云牙的县委书记 我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 你的情况谁还能比我清楚 那你就直说 这么说吧 你当时不搞市政建设 这也是基本事实吧 这个我承认 可你也知道 云牙县是农业县 我得把手头那点仅有的资源 用于发展农村 如果农村不发展 我背着一批油斩 我到市里面去盖房的修马路 那到时候这些债 是不是得全线的老百姓还 关键你是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市里把你调到省政策研究室工作 正是看中了你超前的思维 和敢为人先的精神 当然 当然 但现在证明你是对的 你得当时从以色列引进农业技术 使云牙成为全国的标兵 直至现在云牙的模式 仍然是最先进的 云牙这个内路线 全渤海市五区路线当中 产业发展也是最均衡的 这就靠我等了八年 领个一个月领三天 行了 现在云牙现在加紧打磁士了 市政建设可以提上日程了 对 云牙的发展也是水到渠成的 不过我请你这个满肚子学问的 省政策研究室主任过来 不是为了云牙线 是为了博海市 你是想跟省城叫 叫什么版的 工作 真是的 都八年了 这么冲的脾气还是没干 到底还是年轻 我再过八年还比你年轻啊 是 我听出这意思了 是不是博海的发展 遇到了瓶颈 你说的太对了 现在我遇到的是香槟酒的瓶颈 又高又大 很难突破 说实在的 跟省城叫版 我还不敢 我的目标是能够尽量 保住第二的维持 博海发展乏力 现在第三名跟我们的差距 是越来越小 后面是追兵四起啊 请你过来 就是想让你给咱们博海好好卖 下一季促进城市创新发展 产业升级调整的猛样 我是这几年 一直在研究室 搞调研 搞研究 确实 对中央的政策有一些新角度 对下面的情况 我也有一些了解 现在中央有决心 省里有政策 大坏进入错 我也愿意为博海做点贡献 愿意和大家一起 为博海找一个创新转型 和产业调整的突破口 所以啊 我们现在也对 以港兴市的这个概念进行修正 进一步论证 推进通江大海 建设港城新区的大战略 希望由此呢 能够为博海的经济 带来一个突破口 实现新的增长 这个以港兴市 你们不是一直在搞吗 在围着它 做一些战略上的布局 而且我听说你们还引进了 一个什么大洋集团 搞了个核心港 那个时候想法是好的 可是 还是需要时间 和耐心 等不及啊 走吧 对对 风景是什么不错啊 我请你回来不是看风景的 是让你来看博海的窗疤的 好 好 郭湘同志的情况呢 大家都知道了 审委根据医院的诊断报告 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 那就是 博海的市委书记 必须重新考虑人选 组织部的同志呢 准备了一个备选的名单 今天在会上 大家就 充分的发表意见 进行讨论 陆部长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根据省委 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的要求 向省委提交了一份备选名单 这份名单里的人选呢 大家也都了解 每个人的简介里 都有简略的评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 政策研究室主任 曾燕来同志 原先没有列入 这个备选名单 是郭祥同志 向丰山书记推荐的 所以他的文字介绍 只有工作简历 暂时没有综合评价 这曾燕来同志啊 大家都比较熟悉 陆部长 你就谈一谈你的个人意见吧 好的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 曾燕来同志的情况 第一 他专业出身 知识结构比较全面 特别是党的十八代以来 他对党中央 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新思想和新战略 有着全方位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 在政策研究室任职这几年 曾燕来同志 对深化改革和地区经济 新的发展方向 多有研究 现在已经是全国著名的专家了 郭祥同志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邀请他到渤海进行调研 为渤海的发展出谋划彻 他撰写的那份报告呢 大家都看到了 对渤海的发展呢 研究的很透彻 第三 他生在渤海 长在渤海 还在渤海呢 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 编于开展工作 至于不如之处呢 我认为啊 他平时不予理性 这可能是长期做理论工作的通病 但总体而言呢 曾燕来同志是比较符合省委的 用人条件的 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刚才陆部长说的我基本赞同 曾燕来同志 确实具备一般干部难得的 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 但是 他具备治理一方的经验和才干部 渤海在全省的地位举足情众 坐那儿的一把手 面临的情况啊 那要是复杂得多 要论综合实力 渤海市长金海东同志非常强 而且他对渤海的情况更为了解 我认为 金海东同志应该是更适合这次的人选 齐副书记啊 可能你忘了 曾燕来所在帮您以前 就担任过云牙县的县长书记 他不仅仅在本地让人民感受到脱贫致富 还把现代农业做成了全国的样板 而且在他离开渤海以后 与那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没有形成利益圈子 这样更加有助于他 放开手脚打破利益格局 尽快再捕害形成破冰之事 说到破冰 金海东同志也做了很深入的思考 他和郭祥同志提出推进通江达海 建设港城新区的新思路 他已经明确地要求那些老旧产业 必须整改或者转型 否则的话就要予以关停 我的想法是 以其空降一个不太熟悉搏害情况的增业来 不如就地提拔金海东同志 这样是不是会效果更好 更稳妥一些 好了 大家都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表决吧 买咯 好 欢迎领导立临奔所 请领导视察 首先请看这里 我们的豪华餐厅 请注意 这里可以同时容大两人就餐 当然如果再拿几把椅子 将来来几个朋友也是可以应付的 重点是这里 请看 宽敞明亮的VRP客厅 新幻的窗面 此窗面是在城北著名的批发市场重金购得 亮点在这边 这里是我们未来的主卧 是参照意大利最新设计的蜜月桃房 充满了异国情调 来 八少女 再给你个惊喜 这领导的鼓励很有力度吗 不 凤山书记的电话 万一有急事呢 来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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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好 是 行 好 那我马上等 不是 叔叔这个 那个 那个领导他打电话 他也不挑时候 再来一次 我也 欢迎 让你去渤海 好啊 这查证不错 什么东西 让你去渤海啊 是郭祥同志推荐的 刚刚呢 开完了省委常委会 由你接替郭祥同志 担任渤海市的市委书记 我给你时间考虑 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 给我最终决定 怎么样 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 我确实觉得这事有点突然 当然我首先感谢 省里各位领导对我的信任 可是我还想多问一句 有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你觉得谁更合适啊 金海东 他是渤海市的市长 在渤海工作多年 更比我熟悉当地的情况 这点啊 省委都清楚啊 在讨论接替郭祥同志候选人名单当中啊 有金海东同志的名字 但是最终没有被通过 不是因为组织上看不到他的工作成绩和贡献 而是十八大以后 我们的事业需要更多 有创新精神 勇于担当 能够更好的完成时代使命的干部 经过开阔讨论研究呢 大家基本上同意组织部的看法 认为你啊 有三大优势 三大优势 对 简单地说呢 第一 你有开阔的知识事业 而且熟悉党的最新发展理念 第二呢 你在省委的政策研究室 工作了几年 对于全省的各个地方 包括渤海市的具体情况 又深入地调查研究 第三 你做过县里的一把手 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而且工作中有成绩 有创新 谢谢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 郭祥这个事故啊 太突然了 可是呢 博海市正处在发展的关键点上 可以说是处在十字路口 工作耽搁不得 现在让你去博海 可以说是令威受命 所以组织上希望你呢 能够承担起这副担子啊 冯山书记 您允许我坦率地说几句 我觉得我离开博海的时间确实太久了 有些想法恐怕也是只剩谈兵 不够全面 也许我到博海去当个副手比较合适 和组织你还要讨价还价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说 让你去博海上任 不是因为你对博海有多了解 而是因为你的胆识 博海需要你这样的干部呢 去破冰 去冲破瓶颈 我知道 我就 你听我把话说啊 你要不光是博海的子弟 您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服从组织安排那是你的职责 完成好博海的工作那是你的使命 这容不得半点点犹豫 一个士兵冲锋好翔了 你只能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别的什么都不要考虑 冯山书记 我懂了 请您放心 我曾远来担惊截律 全力以赴 一定不辱是命 你不认识任何法师 你不认识任何法师 我是在我冯山书记 在最后借你了 我师父 我我 是曾晏来 简直不可思议啊 怎么会呢 这消息确减吗 十有八九八 曾晏来 什么情况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在海老手底 要工作过几年 是您的子弟兵啊 他虽然在我手底下干过 可从来就没有成为我的人哪 实实话 我当年哪 还真没瞧上他 现在看来也许是 要再看走眼了 唐 新冠上任的感觉如何呀 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这怎么听着有点沉重啊 那我要是说 王者归来 马到成功呢 原来这不是你喽 其实啊 我更想知道庄林姐是什么感觉 往嘴闭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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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以后 我也说三点 第一点 我也爱你 第二 老娶你 但你得给我点时间 第三 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去博海 我还是你的事业 我的事业在这 你选吧 要我还是要事业 一鹤兄长不可兼得 回答正确 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歌 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但这歌词有几句 这辈子也忘不了 叫爱江山更爱美人 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你觉得自己是英雄 我不是 我可能这辈子也当不了英雄 但我愿意跟英雄近一点 这是我的使命 可是我想让你当我一个人的英雄 可以 我愿意 我愿意一生一世 尽我最大的努力 把你服务好 做一个好丈夫 可你别忘了 咱们从小也学过一句话 叫为人民服务 我们不能太自私了 我刚才会不会 我勿认你 都得到 就是 你 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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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回答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当代表把我们的意见 像是任务都提出来 嗯 没错 必须说清楚 要优先安置我们一线工人 天师傅 大家伙都说半天了 您倒是给个说法呀 让我怎么说呀 让我怎么说 你想怎么怎么说呀 说实话就行啊 说实话 嗯 那我就一句话 你说 咱们还是钢厂的主人 有爱咱们钢厂的事 不能干 天门勇同志 钢厂马上就要关了 咱还是什么主人啊 就是啊 到现在怎么安置咱们 连个说法都没有 咱们总不能让咱们一家老小 和西北风啊 和我们对不对 对 我跟那家伙说啊 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政府会给咱们一个交代的 我劝那家伙一句 生产不能停 工厂不能乱 赶紧吃饭 那看来这工人的觉悟 还是蛮高的嘛 是啊 谁都以为能控制住局面 企业界也想为政府分忧 我听说企业家企业会的会长 邵海翁就去找了金市长 金市长 我有一个想法 再帮市政府安排三千人 多少人 你再说一遍 少说三千 邵会长 太好了 关键时刻还是老将啊 三千人加上上一次的一千人 你们企业家协会 为政府解决了百分之二十啊 嗯 感谢啊 太感谢了 应该的 应该的 那他 打算怎么处理这三千个工人呢 不知道啊 有一种传言是 想让进城务工的人员都返乡 好腾出职位给钢厂的职工 那进城务工人员干嘛 嗨 谣言害人哪 这不就出事了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 矿厂呢 矿厂呢 矿厂和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 有什么事吗 不是一个单位你敢枪干吧 哎 你说话重一点啊 这是炼钢厂不是你们矿厂 不管什么厂都要讲道理 今天你不说说一二三来 咱们没完 走 突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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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四季师傅 我们把车开快一点 嗯 公众同志们 我是公安局长染千番 我请大家保持冷静保持客制 大家想解决问题一定能够圆满地解决 金市长一会儿就到 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困难 大家可以派出代表跟他去谈 但是我提示大家 谁要是再有过激行为 我们将会依法处罚 现在请大家都站在原地 不许乱动 大夫 你好 市长来了 大夫 你好 你好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市长 市长好 大家安静一下 同志们 我是市长靳海东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站在我旁边这位 是咱们渤海市新调任的市委书记 郑雁来同志 我们党政一把手都在 说明了 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程度 大家马上算开 派出代表 把意见提下来 我们这都是代表 有什么话 说得零说 对 是啊 就是 就是 没错 凭什么他们钢厂代替我们 凭什么 谁愿意代替你们啊 我们国企事工建设钢厂 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 凭什么说关就关了 就是啊 凭什么说关就关 你们钢厂关了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工作没了知道吗 我们进城武功 招谁惹谁了 上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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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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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 大家安静 请大家安静 请大家安静 我是新来的 我叫曾晏来 今天这个钢厂的职工 和矿厂的职工都在 是大联欢嘛 真够热闹的 好 既然大联欢 没有你们公安局什么事嘛 宋主席 对 你看 你看我干什么 人家又没邀请你们 你们是不请自道 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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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队友 下友转 探布 走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立定 下友转 厂房里是真热呀 工人师傅们 你们平时在这里工作 真是辛苦啊 我也凉快凉快 好不好 今天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这是我 作为渤海市的市委书记 第一次公开讲话 也算是我这个市委书记的开场白 我给自己定个题目 题目叫什么呢 我觉得就叫做 我关于矿厂和钢厂的一点想法 大伙儿都知道 一个城市要发展 要壮大 可能需要几年 几十年 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建设 回首昨天 我觉得我们钢厂和矿厂 对于渤海的发展 是起到了重大作用和巨大贡献的 走到今天 我们这些诚意确实是来之不易 所以 作为新任的市委书记 我在这里给所有的工人师傅们鞠躬 谢谢大家 我觉得此处可以有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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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念的啊 行 那咱们这个书归正传 我觉得我们走到今天 除了我们要回首昨天 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展望明天 我还想要壮大 一定要顺应大事 一句话 顺势者昌 咱们要顺的是 改革开放的大事 顺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 和向往的大事 钢厂高能耗 高无染 连年亏损 矿厂情况更严重 所以我说呀 你们今天这个价 找错了 我得在这里明确一个态度 钢厂 矿厂 早晚都得关 而且无条件地关 但是我想请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